孔子 请看着图片猜一猜本文内容 孔子姓孔,明秋,是中国著名的思想家、教育家。 孔子是人们对他的尊称,子的意思是有学问的人。 孔子是中国第一位在民间开办学校的人。 他有三千多个学生,其中最有名的有七十二个。 他提出了有教无类、温固之心等教育思想。 由孔子的学生编转的《论语》一书,记载了孔子主张的儒家思想。 儒家思想对中国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 请看着关键词猜一猜本文内容。 孔子姓孔,明秋,是中国著名的思想家、教育家。 孔子是人们对他的尊称,子的意思是有学问的人。 孔子是中国第一位在民间开办学校的人。 他有三千多个学生,其中最有名的有七十二个。 他提出了有教无类、温固之心等教育思想。 由孔子的学生编转的《论语》一书,记载了孔子主张的儒家思想。 儒家思想对中国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 但是她被深刻打不 mel风抹。 但是希望在施 locals的 rê行墙中, 即将衣带争龙的头数样建一个大学生编地 的语物摸